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为大家带来的 Hadoop高级应用的课程 那么之前呢 我在北风网上讲了一个 深入潜出Hadoop实战开发的课程 很多同学都购买 并且学习了这个课程 那么之后呢 很多同学就反映 大家想更进一步的学习Hadoop 因此呢 应北风网的要求呢 我就开了这一门 Hadoop高级应用的课程 在这门课程当中呢 我主要会讲以下两部分的内容 一部分是Hadoop的这个应用案例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也讲到一些应用案例 但是呢 很多都是抽取这个应用的某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高级应用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尽可能的为大家去 更全面的展示一个应用是如何实现的 从前台到后台 我们尽量的去做一个全面的展示 第二部分呢 就是Hadoop的集群管理 那么Hadoop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它是 都是安装在非常多的主机上 运行的这个以集群方式 去运行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样的系统呢 就要求7乘24小时的这个 运行不间断 并且要求很高的这个可靠性 因为呢 我们需要跑各种不同的应用 在这个集群当中 因此呢 这个集群的管理呢 就是Hadoop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里呢 有一部分的内容 我并没有写出来 也不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去设计 就是Hadoop原代码的一些方面 那么因为之前几年呢 Hadoop的这个 这个发展 或者说Hadoop的这个 稳定性呢 它也没有到达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因此呢 在使用Hadoop的这些公司当中呢 或多或少都需要对Hadoop进行一个 定制的开发 因此呢 使用Hadoop就不像 使用一些成熟的软件 比如说你使用OracleMyCircle 像这样的系统呢 你就不需要去关心它的原代码 但是Hadoop呢 它是一个开源的这样一个系统 它的发展呢 都是大家不停的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问题 然后再不停的去改进它 然后呢 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逐步的去做一个完善 因此呢 在这些年当中呢 如果是使用Hadoop的公司 都需要对它的原代码做一些 自己的定制化 并且呢 进行一些改进 因为这个原代码的部分呢 可能就和这个应用 脱离的比较远 而且呢 可能也 更 难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集中在 这两部分 那么 如果以后有机会啊 我们也可以啊 涉及到这个Hadoop 一些它的代码的实现的部分啊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讲到这个 高级应用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 一个应用呢 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啊 应用只有成功和失败之分 我觉得啊 所以说这个 就像这个编程的语言一样 高级语言 低级语言 那么 它不一定 就是好和坏的区分 只能说它是不同层面的 一个区分 高级语言呢 它可能在一些 应用级别上面的一些 场景呢 非常的好 那么像低级的汇编 或者是C 那么在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需要很高的效率的情况下 需要对这个硬件 直接进行编程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 所谓的低级的语言呢 可能更适用一点 同样对于这个应用 也是一样的 本身的应用 或者本身的工具 本身的方法啊 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对吧 但是呢 为了和以前的这个 Hadoop深入浅出系列 做一个区别呢 这里 我们就暂且使用这个 所谓的高级应用 做一个区分 那么在正式开始 今天的内容之前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 我的这个课程呢 凡是在这个 以前深入浅出 Hadoop里面 讲过的内容呢 我都不会再去设计了 主要是设计这些新的内容 首先讲一下我的开发环境 这是我的开发环境呢 跟以前有一点变化 以前的都是在这个 Ubentu的Linux上面 做开发和展示 那么 这段时间呢 有一些朋友啊 就推荐我 另外一个 这个虚拟化的系统 叫Oracle的这个VirtualBox 那么用了过后呢 它确实挺方便的啊 跟这个Winmore相比呢 它更简洁啊 并且呢 它启动和关闭的速度呢 也非常的快 我没有具体比较过 它和这个Winmore 谁启动这个虚拟机 关闭虚拟机更快一点 但是呢 用起来也特别方便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啊 就是有很多人反映 这个VirtualBox 在这个界面和音频支持上面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都是 虚拟化这个Linux 它的界面部分呢 比较少 并且呢 这是我将这个 界面的部分呢 都完全不用 我的这个开发部分呢 还是使用的这个EvOps 但是呢 是在这个Windows上面 做一个开发 Eclipse 后面的图标有点多 Eclipse在什么地方 啊 这里 那么这个Eclipse呢 我们用到的插件 啊 还是和以前一样 我会用到一个 接体的插件 叫做这个接体run 大家可以去 如果 还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往上搜索一下 那么我假设啊 收看这个课程的同学呢 都是收看过 以前的这个深入潜出 Hadoop的这个课程的同学 啊 所以说都对这个 我的这个开发环境比较熟悉 这里呢 我主要是用到的一个 接体run的一个插件 然后呢 配合这个 Oraka的VirtualBox 来虚拟化一个Linux 当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服务器的Hadoop的时候呢 啊 我这里用的是这个SentOS 6.3 32的一个操作系统 关于怎么去装这个虚拟机 就不做介绍了啊 这个呢 都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装过这个Linux的 啊 同学呢 都应该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啊 今天内容呢 我们首先呢 会讲一个Hadoop的一个应用案例 那么这个应用案例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用这个搜索引擎都是用的非常多了 呃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呢 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 当我们输入某一个关键 字的时候啊 搜索引擎呢 会我们提示很多下面这些 大家看到的 比如说我输入这个中国的中这个字 那么搜索引擎呢 就会自动为我们提供一些 推荐的一些搜索关键字 那么这个这样的功能呢 那么这个这样的功能呢 好像是最近这几年好像才有 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功能在后台是如何实现的呢 呃 我们的这个Hadoop高级应用的课程的第一个应用案例呢 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应用 在英语当中叫做Suggestions啊 所有的搜索引擎呢 都有类似的功能 那么它从大的模块来讲呢 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展示和它的这个后台实时的 将这个数据推送到前台的这两个 这个过程 另外呢就是去计算 在过去一段时间 被用户收索评于最高的一个词的一个排序 那么后面的这部分的这个排序的工作呢 Hadoop就派上用场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前台部分呢 那么在这个应用当中呢 我们呃 除了会设计到Hadoop之外呢 我们还会设计到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系统 叫Radius 那么这个地方呢呃 先给大家提一下啊 我们到时候用到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这个Eclipse啊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Dynamic的Werb Project 这个地方呢我们选2.5啊 因为3.0呢它是不会自动产生这个Werb.xml啊 2.5它是会产生这个Werb.xml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Hadoop2 那么以后如果有其他的这个Werb项目呢 我们尽量用同样的这一个Werb项目来给大家做演示 然后点Finish 这是一个空的这个Werb的项目 首先呢我们搭建一个这个Stress2的一个开发环境 这个呢在我们之前也已经上一个课程当中呢 也用过了呀 也为大家介绍过了如何去做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快速的去搭建一个Stress2的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引入一些Stress2的这些酷 这里呢我将这个酷呢都保存在了一个目录下面去 变付目录 如果大家对这个安装Stress2把这个环境有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去它的这个官网上去看一看啊 官网上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如何去配置这个Stress2的这个开发环境 我们将它的这个Stress2相关的价包呢 烤到这个 拷贝吧 我们还是这样吧 还是把它 拷贝单我记不住了 这个地方我们 可以拷贝到这个Werb app library下面去 这个好像不行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 啊 config build path and external jars 把这个选中吧 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我们 我是记得有个地方是可以拷贝的 啊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 用这个config build path 把它加进去也是一样的啊 这些价包加进来过后呢 我们就要去修改 它的这个Werb XML 将这个Stress2的这个 把过滤器加到这个我们的Werb项目当中去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加一个filter 之前呢我已经 config好了 将它的格式 规整一下 这个地方呢有有个有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啊 嗯 Stress2好像它的版本最近有升级 它的这个过滤器的这个类变了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用上一个课程的这个配置呢 可能就无法使用它的最新的这个Stress2的版本 因为这个我是最近这几天啊刚下载了一个最新的Stress2啊 那么我在配置的过程当中呢我本来也是卡费的原来的配置文件 发现不能用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过滤器的这个类啊 变成了一个新的类 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配置完了这个Werb.xml以后呢 我们来配置它的这个 Stress2的这个 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呢要放在这个 javaresource下面的这个src目录 我们新建一个xml文件 给它取一个名字 我看这里名字 叫Stress.xml 我们从这里下面这个地方拷贝过来吧 然后呢先把这些内容删掉吧 我们配一个空的这个Stress.xml啊 使用这个开发模式 那么它在这个 运行当中如果有什么 异常的时候呢 它可以打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 另外呢就是把这个extension改一下 它的默认的extension呢是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URL里面去敲入 什么什么.action 那么才能对应到一个Stress2的action 那么我们一般呢 将它改转一点啊 改成这个点 后缀是点度 那么这个 Stress2的环境呢就配置好了啊 我们就不去做验证了 因为之前呢也为大家介绍过了这部分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 模块我们需要用到的 就是这个BotusStripe Botus...啊... 像这个 BotusStripe 这个BotusStripe很有意思啊 我最近在搜这个BotusStripe的时候呢 发现它的这个中文版 出现了 那么这个中文版的内容呢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这个BotusStripe呢 它的版本的更新也挺快的 开源的这个软件呢 就有这样的特点 如果一个开源软件用的少 它不流行的 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死掉 或者呢 很快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 那么如果一个开源软件 很热门的话 那么它的更新就会非常多啊 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这个Stress2 和这个BotusStripe呢 都属于更新比较平盘的一些应用 那么之前呢 我已经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的BotusStripe 在下面这个里面 BotusStripe 我们将它拷贝上来就可以了 BotusStripe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应用呢 我们再说一遍 是要做它的这个 伸缩引擎界面里面的这个提示功能 我们首先啊 把界面的部分先完成 那么这里呢 我们在WebContent下面呢 建一个新的目录 给它取一个名字叫 sug.jsp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稍微把title改一下 叫Hadoop2Demo 看看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它的这个body部分了 在这个body当中呢我们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把这个吧 把它的这个abotstrap的这个css包含进来 这里呢我们要用到 inc等于starsheet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bodystrap的css文件include进来 我们先看一看包含正不正确这个地方呢我们用bodystrap的container 之前我们在上一个课程当中也多次用到了这个container 先随便写个东西吧 然后呢我们可能需要新建一个run 我们点这个run configuration 在下面这个阶梯webapp下面呢也有一个新的出来叫hadoop2 然后呢它的端口是8080 然后containext是hadoop2 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吧 这个阶梯呢是这个阶梯run自己带的 我之前用8.0.1跑的时候呢有问题 一直有问题啊 我也忘了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换成一个老的版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啊 我们就选这个阶梯7.5.1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然后呢先把它存下来 把它跑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strap2有问题的话 它会给我们报错 那么它没有报错就证明 我们的这个strap2的这个配置呢是正确的 我们的context呢是hadoop 然后呢在这个suggestion下面有一个sign sug.gsp123 啊这个是对的 它的这个正确的引用了这个bordstrap的这个css文件 因为这个123呢在这个中间 这个刚好是那个container的一个显示的方式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往这个container放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先放一个title吧 叫searchdemo 然后呢我们放一个搜索的这个input对话框 应该不叫对话框 就是一个input 放一个form 放一个表单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表单当中呢我们放一个 label 然后呢再放一个text field 啊这个text field 好像是我们先看一看吧 刷新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放input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啊 搜索已经提示输入这个关键字的一个界面 那么在这个界面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我们后面来添加吧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首先要演示的是 当用户敲入内容的时候呢我们给用户做一个 这个内容的关键字的提示 我们需要给这个 用户的取一个名字 因为待会我们的这个 写javascript的时候呢需要用到这个 就是这个 id.cure 然后呢给它取一个name 等于q 待会我们的这个 fone在做这个 查询的时候呢啊就用这个 q作为一个参数传到我们后台的这个程序当中去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用到一个 rgx 技术 当用户每次 往这个对话 框里面输入一个 内容的时候呢 或者是说这个对话框的内容有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我们的这个页面向后台 发送一个rgx的一个请求 rgx呢我记得上个课程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到了一个 jquery的一个autocomplete 它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每敲一个字 或者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内容有改变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触发一个rgx请求将用户输入的这个内容呢 传到我们后台的服务器 然后后台服务器呢 向这个input提交一些搜索到的一些提示 然后呢它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首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 这个link好像没有写完 没有写完它也是正确的 啊不管它吧 首先我们需要引用一些 jquery的css文件和jquery的这个javascript文件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去将这个文件下载下来了 我们直接引用我的这个测试的环境呢 是联网的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写它的这个网络上的url的地址 那么同样的这个呢也是这个 先把css文件加进来 我们将它写到这个上面吧 等于我们直接将它在这个jquery在网上的一个url地址 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jquery.comui1.9.2sames.css 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去弄到jquery.comui的里面的一个javascript文件 然后呢 然后呢src 等于 我们将这几个拷贝下来做一个修改吧 然后呢src jquery.comui下面的这个1.9.2下面的jquery.comui.js 我们到这个界面当中去打开这个firebug 那么这个firebug呢 下一个课程呢也为大家做了介绍 我们打开这个网络 然后呢选择所有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刚才写的 两个 css文件和一个javascript文件呢 就被正确的download 如果我们写的地址是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一个红色 我们把它清空一下再刷新 这个地方它也得到了吗 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它被转到了一个114的一个网站 我们不去管它吧 刷新一下 先看一看吧 这个地方可能还是要确认一下 我们的写的地址是正确的 看看它的response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呢是正确的 还有这个jquery 我们看看响应里面 这个响应也是正确的 还有这个jqueryui-js 这个也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 刚才写的这 两个css文件和 这个一个javascript文件 和两个javascript文件呢 就写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写这个javascript的脚本 我们在这个head里面去写 我们用这个script的关键字 我们用这个script的关键字 Document.radio Document.radio 这个document.radio呢 这个是jquery的一个方法 当我们的这个页面被载入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当中的内容呢 就会被执行 那么我们的执行内容呢 定义成一个方形 Document.radio 后面呢我们加一个分号 作为一个结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写一个alert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这个javascript呢 就被执行了 这个地方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验证 因为这个脚本语言呢 你稍微写出一个标点符号呢 就会出作 但是呢 在界面上呢 也很难看出来 除非你去 在后台开一些像firebug 这样的一个脚本的跟踪工具呢 你才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做这个autocomplete 我们刚才给它取的名字是 curry ID是curry 点 点 autocomplete 我先把这个写完啊 那么这个autocomplete的 javascript的方法呢 是在 jquery-ui的这个脚本文件 当中定义的啊 我们先把它写完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呢 需要指定一个 sauce 这个sauce是什么呢 我们 待会为大家做介绍 这个sauce呢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啊 我们在 这个搜索 对话康 当中呢 输入了一个 啊 任意的字符 或者任意的一个中文的字 之后呢 呃 这个搜索引擎 为我们 提供的这些 推荐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这个autocomplete 对话康的 这个sauce 啊 它的这个语言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个下面这部分的 这个内容呢 就叫做sauce 也就是说这个 autocomplete的 这个sauce呢 就是下面这个 方形提供的 那么这个方形呢 是这样实现的 啊 它会调用一个 啊 ajx的方法 向后台的这个 服务器呢 发送一个ajx的请求 我们需要给这个 这个请求呢 定义一个 啊 url 那么这个sauce js.do呢 待会我们去啊 做一个实现 我们先把这个 ajx的请求呢 写完整 它的type呢 是一个 将整 返回的这个数据的格式呢 是以这个json的这个格式呢 做一个返回 它的这个data呢 就是这个 query request点 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写完啊 再为大家解释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点namb 这一段的代码呢 有点 复杂 好 我们来看一看吧 那么这个autocomplete 啊 首先它定义了一个 圆 啊 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定义另外一个 在这个sauce后面吧 好 我们首先看这个minnense的意思 那么这个minnense呢 就是说 呃 我们有多少内容改变之后呢 我们向后台发这个请求 当它等于1的时候呢 就是 只要有一个字符的内容改变呢 我们都需要 去sauce当中去得到我们的推荐 每次内容改变 那我们都会执行sauce里面的这个function 那么这个function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就发起了一个rgx的请求 那么这个请求呢 在 这部分 写出来的 那么一个rgx的请求呢 有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个是我们 发起求需要的这个 这个 目的的地址 我们的这个地址呢 是这个rgx下面的这个sut点度 这个sut的action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 类型呢 是json 我们使用json的这种数据格式呢 去做这个数据的传输 然后呢 它的这个data data呢 是指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的一个input 我们将input这个idquery里面 用户输入的内容呢 传送到这个rgx的请求当中的这个request的点query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实际上呢 就会发起一个rgx的请求 rgx的请求里面会带一个参数 叫curring 然后呢 这个success是指 当这个rgx的请求正确的返回之后 我们将它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使用下面的这个function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处理的过程呢 就是将这个返回的rgx里面的数据呢 填充到这个对话框当中去 我们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吧 我们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呢 很多细节其实我也不一定非常的清楚 我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啊 因为这样的代码呢 网上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了解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搜索椅上去做一个搜索啊 因为这个javascript的rgx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一般呢都把现成的弄好过后 然后呢做一个修改啊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把后台的这个firebar打开 我们看一看 我们先做一个刷新 这个地方呢我们只需要看这个xhr 也就是它的xmlhttprequest 因为rgx呢发的是这个xmlhttprequest 我们敲一个字符 大家可以看到后台呢就有了一个请求 那么这个请求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请求啊 首先这个请求的url是这个 前面的这部分呢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我们在rgx请求当中呢 指定了它的这个url 因此呢它将这个rgx-sug.d呢 添加到了整个的这个rgx请求的这个url 当中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重点看一看 它的这个请求里面 带到这个参数 它的参数是带在 它的参数没有被带进来 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写的有点问题 参数没有被带进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这里呢我们修改一下rgx当中的这个data参数 我们将这个curry的值呢 这样来做一个改动 我们将这个curry 复制成我们这个input当中的内容 我们使用这个curry的这个data参数 来表示我们要引用这个input的对象 它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这个valmenu的这个方法呢 返回input当中的内容 实际上这个name等于queue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将它删除掉 然后呢我们再到界面上去看一看 我们先刷新一下当前的这个界面 然后呢我们输入任意的一个制服 大家看到 那么下面的这个url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后面呢多了一个curry等于a 那么这个a呢就是用户在这个对话框当中输入的内容 我们再输入比如说其他的制服b 大家可以看到每次当我们进入这个制服的时候呢 下面就会有一条这个argex的请求 发到后面的server端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server报了一些java的异常 因为我们的这个sug.do的这个struct to action 我们还没有实现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现这个sug.do的这个action 首先呢我们打开struct to的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个javaresource下面的src strus.xml 那么现在呢是一个空的这个strus2的配置文件 我们将我们将要添加的这个sug.do呢 先配置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呢生命一个package 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argex 那么这个名字呢 那么这个名字呢必须和我们这个 javascript里面调用的这个url配合起来 那么前面的这个sug.do的前面这个前缀 argex 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package的名字 argex 在这个package当中 我们要指定一个extend的参数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sug.do的action 它是一个要返回johnson数据的一个action 所以说呢它需要从这个johnson-default继承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添加我们需要的这个action了 它的名字呢叫做sut 我们还需要将它对应的这个class指定出来 虽然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class 但是呢我们可以先将它写在这里 ruby.su.sug.sug 它的result呢是一个johnson封装的一个数据 type等于json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将这个sug.do的这个action配置好了 那么这个action对应的类是这个oig.robit.sug.sug的这个类 这个类呢我们马上就去实现它 那么它返回结果的这个数据类型呢是johnson的数据类型 是用这个johnson的数据格式封装的一种返回类型 接着呢我们在这个java的src move下面新建一个java的package 叫org.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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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所以说呢需要继承于这个structsug的action support 我们将action support 我们将action support import进来这个类 那么它的主函数是不需要的我们将它删除掉吧 在这个类当中呢我们定义两个成员 一个呢叫做stream 那么叫做这个curry 那么这个curry这个成员呢就是用户在这个前台界面敲击的这些支付算 我们将它保停在这个curry的参数当中 第二个成员呢是一个list 用于保存结果 那么这个list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百度当中我们任意输入一个制服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百度就为我们推荐了下面的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我们具体的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将它保存到这个result这个list的当中 然后返回给界面去做一个展示 我们选送某一个成员点击右键 用这个generator get and setter自动为我们产生get和set函数 我们将这两个呢都勾上 那么这两个成员的这个get和set函数呢就产生了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execute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是默认的 strast to action就会被调用的一个方法 public stream execute 我们将异常的抛出去 它需要一个return 这个success呢是在这个积累当中做的一个定义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get result当中 就是这个 hardcode的一些数据 首先呢我们需要留一个errorlist 它的这个存的object呢是stream 然后呢我们往这个realt当中去任意的添加一些内容吧 我们添加三个单词 分别是ab和c aabb和cc吧 然后呢返回 到此为止呢我们的这个axe呢就实现完成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它和界面的配合是不是成功的啊 我们保存 然后呢保存过后呢 后台会自动重启我们的这个web server 我们进入这个界面 先将输入的内容清空 好把下面这个也清空 然后我们输入任意的一个制服1 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响应吧 大家看一下它的响应呢就是这样一种格式 这种格式呢就是啊 jongson格式 它实际上jongson格式呢是一种这个 xml格式的一种简化啊 它的特点呢就是 呃在不丢失数据的情况下呢 它存储的大小呢会非常的小 因为它没有xml这么多的标签 result 这个地方呢返回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界面 并没有将这个result做一个加载 我们来看一下data.result 这里呢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 rgx返回success的时候啊 使用的这个方形里面的一个处理 当我们这个rgx请求正常返回的时候啊 那么现在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返回 它会返回一个 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这个响应当中 cary是我们输入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result是输出的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用到的是它的这个result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使用是data.result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item 我们将它保存 重新刷新一下 照理说呢它应该正常工作 那么我们再任意的输入一个制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对话框呢就自动 这个input就自动呢为我们提示了三个单词 分别是a b b c c 那么这三个单词呢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个x sug.x呢返回给前台页面的啊 我们任意的输入它都会返回 并且呢我们选中呢它会自动的将这个input 当中的内容呢变成我们选择的内容 到此为止呢我们做了几件事情 一个是呢前台界面向后台发送这个rx请求 然后后台界面呢向前台后台的这个server 向前台的页面返回啊 一个suggesting的数据 并且呢在前台页面做一个给用户的一个展示 那么和百度的这个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做到这里呢 我们只是相当于搭了一个框架啊 那么后面呢就是非常核心的内容 就是根据用户的输入 根据用户输入的这个query 我们去做一个查找 查找用户想想要得到的内容 那么针对到百度的这个查找呢 它就会将最近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中国的中 那么它就会将最近所有啊被搜索频率最高的一些词组呢 并且以这个中开头的这些词组提示给用户做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呢逻辑呢就是需要我们在后台去做一个实现 我们首先在这个地方看一看我们的这个query是否被正确的得到了 啊在这个get result当中呢 我们将这个query打印在我们的啊 这个consular当中去 我们使用这个system.out.println 我们要确认我们后台的这个sug点度的这个action呢 正确的收到了前台输入的这个内容 我们手动将这个work server重启一下 然后在清空这个内容我们输入任何一个word 啊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consular当中呢就打印出了word 这个word呢就是我们在前台输入的这个界面 啊这个地方它为什么没有发四个啊这个请求 而是发一个呢啊 这个是它的这个啊 这个啊jquery的autocomplete的空间实现的一个功能 它会有一个时间间隔 啊它有一个默认的时间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gsp当中的这个啊 javascript的部分里面去做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在这个默认时间之内连续敲击的这些制服呢 它会作为一个整个的单词啊 啊传递给后台 这个呢也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行为 这个啊传递给你 这个啊传递给你